在现场记者看到 一辆红色轿车撞上了一辆黑色轿车的尾部 黑色轿车之前还停着一辆出租车 在距离这起事故十多米外的地方 还停着一辆白色轿车和一辆红色的越野车 地哥说事故中他的脖子拧了一下 不过也没什么大碍 其他人都没有事 他说当时前面的这两辆车先发生了事故 自己在车流当中只能急刹车 结果被后面的车给撞了 那么前面的两车事故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由于事发突然 这位女驾驶人自己也没太搞清楚是怎么撞上的白色轿车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她是刚从右边变道道这排车道上的 交警判定两起事故分别由红色轿车和红色越野车负全责